為在屏東內埔的蕭家大院兔子寵物餐廳 在700坪大的土地養了近200隻可愛的兔子 提供寬敞的草皮 供兔子們自由跑跳 一開始 一開始兩隻 小孩子在夜市抽到的 然後後來開店以後就 陸陸續續很多人棄養 然後就你看到這邊的畫面 這邊的畫面有七到八層都是棄養的兔子 因為兔子它不會吵 它不會叫 它不會 像我們之前養日本雞 叫的我們都快不掉了 它不會叫 再來一個就是 它的糞便不會這樣撕搭搭的 也很好處理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固定的獸醫 禮拜五或禮拜六 它一定要來一天至兩天來幫他們看 因為兔子像這種下雨天 牠跟羊一樣 牠的腳會痛 所以牠喜歡乾燥的地方沒有錯 問題是我們的環境 以目前台灣來講已經算不錯了 可是下雨是免不了的 那既然免不了的話 我們就要去花錢去幫牠治療 不要說我愛惜嘛 你養牠你就要對牠的 肖家大院也是一間提供美味料理的餐廳 從小在高雄左營眷村長大的老闆肖千玲 本身煮了一手好菜 招牌蒜頭雞完全不沾粉酥炸 卻能保有外酥內多汁的美味口感 而自行醃漬發酵自然帶酸味的酸菜白肉鍋 料多且蒼頭喝來相當順口 電空間也講究衛生 可以一邊用餐一邊欣賞小白兔們 美味也很療癒 入夜後園區打上燈火 少了白天的炙熱 更能舒服的接近小白兔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